玉里镇春日国小旁的一贯道场天宣道院918大地震之后 三层楼的建物突然倒塌 一楼梁柱折断坦塌变成是二楼变到一楼了 道场志工表示说 还好前一天台东地震之后呢 原本举办200人法会赶快取消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玉里镇春日国小旁边的一贯道场天宣道院918大地震之后 三层楼的建物突然楼塌 一楼的梁柱折断倒塌造成二楼变成一楼 道场志工表示 还好前一天台东地震后原定举办的200人法会取消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本来我们昨天要办活动突然临时喊咖 还好幸好有喊咖 所以不然一两百人 70岁志工黄西夫人平常就住在天宣道院 他说道场平常就他一个人常住 下午他到瑞瑟办事情 在地震发生时一阵天摇地动 没想到回到道场却发现 平常他待最多时间的一楼不见了 二楼也变成一楼 只乎幸运获得老天庇佑 在中央防灾会议当中三楼的PC建筑天宣道院 华林县府查询建管系统 发现建物查无使用执照 县府也表示建物位在农牧用地上 一楼呈现损坏倒塌 依法应进行裁除 记者高双双一里阵采访报道